习近平在今年中共二十大致力提倡共同富裕 宣称要全体国民都富饶起来 不料时隔不到一个月 这项政策似乎沦为口号 各地本该热闹滚滚的双十一购物节 今年却异常冷清 各大电商业绩更不被看好 好吧 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弱烈 对 就感觉挺淡一些吧 比往年 往年感觉吵得特别那个什么 尤其像淘宝啊 京东啊这些 然后今年的力度好像也没有以前大 中国每逢双十一购物节 全国电商平台都会提前开跑 迎接席卷中国全境的网购热 不过中国政府今年二十大后 宣布坚持延续清零政策 采取严厉风控 再加上经济成长停滞的双重打击之下 让民众消费意愿跌到谷底 就连最大网购集团之一 阿里巴巴的这场活动 每年都会举行的双十一造势晚会 与销售额倒数即使活动 这回都停办 尽管如此 旗下网购平台天猫 今年双十一将有29万个品牌参与 提供超过1700万种产品 比2021年增加300万种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花旗分析师分析 阿里巴巴今年双十一的最终商品成交额 保守估计在人民币 5450亿到5600亿元之间 约新台币2.3兆到2.5兆 只比去年增长0.9%到3.6% 相较于2021年的上升8.5% 与2020年的飙涨26% 根本是逐年暴跌 为了防堵新冠疫情扩散 中国政府祭出严厉政策 造成经济放缓 而消费者信心也跟着受打击 这在今年冷清的双十一特别有感 恐怕让习近平力推的共同富裕政策 宛如泡影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